義大利超級排球聯賽開打 雙方你來我往廝殺 史上第一支由台灣精品冠名的 國際職業球隊 義大利超級排球聯賽球隊 由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帶隊開打 更新意大利國家電視台現場轉播 黃志芳引領球員 穿著正面標示著 台灣Essolence的球衣 在發球區開球過往 預祝球隊好兆頭 國籃大正士氣 雖然贊助的球隊去年排名第14名 但首場戰役就和對手拼到第5局 加上8次平手 中場景以2分小敗 當天球賽涌入將近千名義大利球迷 手上還揮舞著 台灣Essolence的運動毛巾 為球隊加油 亮紅色的台灣字樣起海 瞬間加溫現場氣氛 貿協除了重兵推動新南向政策 對於歐美等市場更是不斷創新出妙招 也成功打了一場台灣運動行銷戰役 環宇新聞綜合報導